我以为还是相信 这白天心情 我只有你一切如何的事 何一康完美 但范文晴和张烧 海岸在台上完全零互动 气氛吃好几尴尬 这是2010年的画面 两年之后没有再同台 八年恩怨未解 命令专家书 一切都是前世渊远 天津要举办一个 很大型的一个比赛 就是宋公文的比赛 两个人都会想说 那我应该得第一吧 所以两个人就 都偷偷地去练习 可是表面上不讲 命令专家说范文晴和张烧涵 前世是仙女还是好姐妹 但为了一场送公文的比赛 抢夺第一而埋下心结 没想到这个说法 却引发网路热力讨论 还要拿出我的实力 华华化浓妆 穿仙衣一拍恶狗影片 还翻唱两人歌曲 任不少网友笑翻 甚至有酒吧餐厅 是来脸书发活动 说要在愚人节当天举办 仙女送公文大赛 脸书粉丝专业 用七仙女灯封面咒 这个比赛还很有人气 截至15号下午4点 超过2500人有参加 7000多人有兴趣 就很荒谬 但是觉得很精彩这样 你老师可以存在 可是看你要不要相信而已 还有网拍平台业者 趁实宣传 Model手上拿文件 穿上直拍论送公文 离亚洲文创购物平台 设计橱窗都出现 仙女送公文五个大字 从小钱包围巾到耳环 都是天使相关文创商品 命令湿的钱 是仙斗朔信不信由你 不过这确实已经 造成网路当红话题 在文中文明开点台北采访报道